林詠欣小姐 主席你好 我是代表建築師政改關注組的 在政府的宣傳口號里面 他教會我們 有得選才是老闆 那我们又有没有得選呢 在四大界別里面 主要是公司团体和建制派 四大界別不代表普羅市民 连专业人士都代表不了 因为我们有排没有入会的 都不是在四大界別里面 另外四大界別里面 有一人多票 或者有人一票都没有 政建其实是一面倒的 在建筑的过程里面 其实需要不同顾问的意见 缺一不可 建筑师可不可以因为我要靓 而起到座楼 有这么幼得这么幼呢 而不接受构工程师的意见 那垂楼的责任又是谁负责呢 跟正改一样 政府说是由几百万的市民负责 因为那千二人就是代表了你们了 刚才有同业都提到 在建筑的工程里面 有一样其实叫违标 违标就是指投标者 联合议价去投标 通过限制竞争 排除竞争者 结果是令有实力潜在的中标者 就是香港人想要的特首拒绝门外 后果非常严重 在投标里面来说 就会价钱高 香港人在正改方面 其实将会赔上民主的发展道路 另外质素差 香港人不可以因为现界的政府差 而怕下一届政府更差 而待住先的 待住先的后果 现在已经开始浮现了 高铁起着先 延期超支严重 其实这些是不是不可以预知的呢 在地底里面的土质 其实很多都是未知之数 那为什么那时候设计旗 设计到这样呢 而造成一个严重超支 其实工程的价钱 每年都会飘升的 这些其实是不是不可以预先知道的呢 不可以打完这个价下去 政府是不是开头太过乐观呢 到山跑现在过着先 空域问题未解决 它又会不会延期导致更加严重的超支呢 环平其实都有很多疑点是未解决的 海洋生物不是说你想它搬去边就边的 它走了是永远不会再回来香港的 专业人士其实是坚决反对待着先 否决政改之后 我们不急于一时去接受一个假的普选 下一届政府是有责任重启政改的 多谢 下位关孝伦先生 谢谢大家